哈喽小耳朵们,这里是你夜晚短暂停留的温暖,欢迎收听睡前说晚安,今天的你还好吗?我是萝卜,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,记得关注萝卜小姐的晚安电台。 我已在脑海里与你过完了一生,爱过的人会用另一种方式留在生命里。 听说《爱乐之城》又开始上映了,还记得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正是在读高中,时隔七年,再次出现了,也是依然心动。 男女主在星夜下牵手共舞的画面,至今让我记忆由深,相信她也曾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爱情电影之一吧,而这次我将和男朋友一起去重温旧梦。 故事围绕着一对男女主角,从春夏秋冬季节轮换缓缓地铺开,每一个季节都代表着男女主感情的变化,从冬天的香绿,到春天的萌动,再到夏天的热烈,以及最后秋天的黯然,再辗转又是五年后冬天的相逢。 结局其实并不完美,但真正的爱情,本就是为了最终的分离而存在。 或者说,是分离才能带来永恒的爱,而死守一生,最多沦为自由。 如此浪漫又痛苦,惊奇的事,我竟然都能够理解。 其实,有些关系注定就是用来成长的,这和彼此投入的感情浓度无关,只和两个人那时的心智水平,以及所处的境遇有关。 有的人谈恋爱更看重过程,而更能享受爱情的甜蜜和愉悦。 有的人更看重结果,而面对现实条件的权衡利弊会比较多。 这两种选择本质都没有错,因为当双方的需求不匹配时,分离是迟早的事情。 分离虽然是遗憾的,但是有些分离后的爱情往往刻骨铭心。 所以说,离别是这世界上第二浪漫的事情,而爱过的人会用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生命里。 或许,在看这部电影时,某个场景或者片段能感触到你,那证明你曾真心地爱过一个人。 但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一程。 初看不知影中意,再看已是影中人。 求而不得的人,也未必就是遗憾。 感谢今天的文案提供,木木在努力。 今天的睡前说晚安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有遗憾的话,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。 晚安。 我站下来放这里了。 Nat。